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书 印度政府抢修道路继续霸占藏南的吉米唐 中国正式公布地民 坚决维护主主权 这句话题 我就说是这个问题 在我们中国的藏南地区 有一个地方叫吉米唐 印军根据非法的麦克马洪县 非法侵占了这个地方 1959年 西藏叛国弹火逃往印度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境的 印度陆军的王牌第四师 师部设在吉米唐地区 1962年 作为反击战打响之后 蒋洪县很快就在克格朗河战斗中打垮了第四师 收服了吉米唐 缴获了大量的物资 参战的老同志后来发表回露说 这个地方四季如春 自然环境相当好 人在那儿觉得特别舒服 饭菜吃起来也很香 但是因为后勤保障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蒋洪县没有在吉米唐长期驻守 解放军一撤 印度军队就卷土重来 目前这个地方是处在印度军队的控制之下 2023年4月份 中国政府对藏南那些地区 进行了正式的中文命名 这一举措 强烈的刺激来印度 印度政府对此提出抗议 印度之所以感到恐慌 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藏南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正在稳步向前推进 无论是道路 桥梁 还是居民新村 都清洗地出现在卫星影像上 这让解放军在维护边境地区主权的时候 具备了越来越好的条件 更加有利于解决收复吉米唐的问题 印度的恐慌不仅仅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来自1962年的回忆 当时不仅仅是第四师 他的上级部队 第四军 以及同样手艺第四军的第二师 都被剿向军短时间的击溃 当时有干部战士反映说 从来没见过这么不惊打的敌人 而印度媒体在报道当年故事的时候 形容说 吉米唐地区和达旺 当年都被解放军占领 他们在撤退前羞辱了印度军队 印度为了继续侵占中国领土 也打算把自己占领区一侧的基础设施搞上去 2022年 印度政府在藏南设置的 韦阿努拉加尔邦批准了35项基础设施建设计计划 其中包括修建2319公里的道路 在这些道路当中 有一处塞拉山口隧道 海拔高度4000米 长度1555米 号称是全世界最长的高海拔双车道隧道 建成之后可以解决印度后方向达旺的交通问题 不会再受到冬季大雪封山的影响 目前中国维护藏南地区主权 收复藏南失地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之所以暂时还没有用1962年的模式 是因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考虑 美国一直想在中国周边寻找一个对象 能够扮演乌克兰的角色 用漫长的战争来消耗中国的资源和时间 拖延中国的复兴与崛起 如果中印之间发生一场战争 那郑重美国下怀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在设法怂恿印度 正式加入反华军事同盟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 那对中国是不利的 我们不能同时伸出两个拳头打人 因此目前只能尽量的忍让 尽量的避免用战争的方式 来解决中印边境的争端 不过总体来说 局面还是对中方有利的 印度在藏南地区 乃至其整个东北地区 有巨大的战略缺陷 无法弥补 那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无法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只能靠印度捉进建筑的中央财政的有限拨款 我们都知道高原公路的维护是个事件难题 国家每年都要为几条近藏公路 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维护 青藏公路和新藏公路的问题是 洞头翻疆的问题很难处理 川藏公路则是地震泥石流不断 动不动就冲断的公路 但是中国研究高原洞头问题 有大量的技术积累 随着我国高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高 和新材料的使用 公路赖受恶劣气候的能力不断增强 对养护的要求也在逐步降低 而印度并不具备这种条件 而且印度政府的财力远不能和中国相比 所以印方的这些边境道路和塞道修好之后 能保持多长时间的通行能力 很难做出很高的评价 总体来说 要想收复吉米唐地区 乃至完全收复藏难 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我们必须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要想收复吉米唐地区